凭借王球鸣的远射以及梅米舍围棋的破门 河北华夏幸福有惊无险的2比1战胜了青岛黄海青岗 这也使得球队最终如愿收获了一波三连胜 一扫赛季出难球一胜的阴霾 而这样的成绩让球队对接下来的联赛充满了细心 带着好心情开启西一轮的备战 河北华夏幸福队的训练气氛相当不错 教练组也根据球员们的各自状态调整着训练的节奏 在周六的公开训练课上 包括马尔考在内的三名球员在场边慢跑缺席的合练 主教练谢峰则在训练前特别关心了一下 外援梅米舍围棋的身体状况 毕竟球队的好成绩不乏5名外援整齐到位 从而使得排比复阵更加游刃有余的原因 随着第一阶段赛程过半 河北华夏幸福队很宽又将在联赛当中 迎来万众瞩目的河北得比 守卫和两支球队难分伯仲 战成平手 但如今再度交手 各自状态和精神面貌早已是今非昔比 而在充分了解对手的基础之上 河北华夏幸福的球员们已经是对比赛做好了准备 河北华夏幸福的球员